朗读者就是朗读的人 在我看来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理解 朗读是传播文字 而人则是展现生命 将值得尊重的生命 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 就是我们的朗读者 你好朗读者 下百年风华 中原儿女心向党 翘首以盼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亭 落地郑州图书馆 一平方米是朗读亭的面积 以文化人 以生感人 是朗读人的心声 我们是党的孩子 一个人 一段文字 用朗读呈现最真实的情愫 用朗读为党的生日送上祝福 郑州图书馆朗读亭 中原文学爱好者的文化打卡圣地 一起朗读吧